在艺术品收藏品当中呢 有相当一部分的宝物啊 是比较易碎的 比方说陶瓷 玉器啊等等 那前段时间有新闻就说 有一位大妈在看翡翠镯子的时候 不小心摔碎了 商家要她呢三十万 吓得大妈刚常晕倒 那么这一类易碎性宝 怎么上手观看才是最保险的呢 首先咱们的这个手啊要干燥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 上手看宝物都应该戴上白手套 这样显得专业 的确在看青铜器啊 滋化这些呢 是需要戴上手套的 防止手上的汗细菌 会对宝物有损坏 然而看易碎类的宝物呢 是可以不用戴手套的 因为戴白手套的话呢 会更滑 拿不住 我们只要擦干手 没有太多的汗就可以了 第二 防刮花 我们要把手上戴的一些戒指啊 手表 手链 还有如果你的这个项链是比较长的话呢 也要摘下来 这样做呢是可以避免让这些东西呢 刮蹭到宝物的表面 第三 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那就是不过手 当物主递给你宝物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用手去接 要请它放定在一个位置之后 然后你再双手去拿 在宝物下面最好是垫一块软布 双手拿起宝物的时候呢 要离这个布的距离 大概是20厘米左右 这样即便是不小心滑落的话呢 也不会有太大的意外 第一呢 是距离近 撞击力不强 第二 是有软布垫着 会缓冲力道 当你看完之后 要交给物主的时候呢 或者是递给下一个人的时候 同样呢 也是把它放好在一个位置 然后再请它们拿走 这样的话呢 责任咱们就分清楚了 在你看完放定之后 损坏的责任都不在你 第四个要点呢 是人不多 咱们在上手看宝物的时候啊 切记人多 因为人多 一起一闹 就很容易发生意外 所以最好的方法呢 是等待轮到你的时候再上手 最好呢 是有桌子 咱们可以坐下来安安静静地看 不要让旁边的人一起触碰到宝物 最后 第五点 双手托 拿宝物的时候最好是双手 这样既尊重宝物和它的主人 也增加了保险系数 特别是利剑的瓷器 咱们要一手托底 一手拿着口言或者是它的紧箔处 这样拿着的话呢 就非常的稳当了 那在前段时间的话呢 我也曾经上手了 拍出了2.9亿港元 创造了中国瓷器记录的 北宋天青又汝瑶喜 上手前 小心脏也是蹦蹦地跳啊 旁边的专家老师也是小心地叮嘱 记住这以上几点 上手易碎性宝物呢 就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了 也就不会晕倒了 当然最保险的还是那句老话 小心使得万年船